我們會做室內夾蓋 那那個廢田的部分 等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北竹林 那個地方停掉不用之後 換到新的地方 新的地方 那邊有灑水的設備 那邊有那個R7的屋面 因為R7屋面 掃起來會很好掃 清潔的效率非常高 再來一個 還有非常高的 非常高強度的灑水 剛剛我在那裡面有修過 灑水設備 所以在作業 在運輸的過程當中 我們只要有灑水 像是這麼高的強檔 那個路程度應該可以降低很多 那再來一個 各位可能 可能 因為你們是現在進來的 以往我們的道路都還不是 全部都是那個R7屋面 以往的一部分是AC 那AC以後可能因為我們車不重 所以它很容易去壓壞掉 一旦壓壞掉的話 在那邊積水積水 所以一旦車不過去 很有可能就會把兩層帶起來 這個是不可避 那剛剛各位走平全軍發現到說 我們的路面現在幾乎 反正是90度 幾乎都只要 只要是重型車 急需在左屋 我們幾乎就去鋪R7 那R7的部分 我們掃的那些車 掃的速度會比較好 而且 反正因為它表面 就沒有這麼多的坑洞 所以這個部分 各位再觀察一下 是不是真的 如果我們在改善之後 還是會有明顯兩層的降臨這樣 大概是 好的 那我今天很感謝負心今天對這次說明過的重視 那我們其實在剛剛走了一旬也看到很多 事實上跟我們之前所拍到的狀況有一些不太一樣 不過anyways 往好的方面來著手 就是這個部分是我們要給乳風信肯定的部分 那因為今天所做的事和環境差異嘛 那我覺得就是說 整份報告都是非常perfect的 但是好像跟這個民眾的切身的感受 以及某一些這個教育機構 或者是環保署有一些 他們有一些研究還是有一些些的落差 包括之前有一個跟 就是針對後里根這個雲林有一個污染的個案 那上面也是指指就是說 他這個案子他的研究是在101年到102年的這個地方 他講到的就是包括後里 後里菌一支菌跟二支菌的一個水源的污染 那我們看到在水的部分 夫妻所做的是越美大牌 那我們有一些質疑就是說 有關於二支菌他的會受到污染 那這個環保署他所做的這個 成果報告裡面講的就是指指就是封信工廠 那不知道未來我們公司 他在二支菌是不是也會設一個監測 在旁邊 對他雖然不是說廢水處理直接排出去的 但是在我們這個環保署他的研究裡面 他有提到二支菌它是受到污染 而且是指指會公司 那是不是 為了要排除我們地方農業的疑慮 二支菌的部分可以做一些檢測 對 因為我現在跟各位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案子是101年之後做的 那我們的水在大概是兩年前 也是160年的時候擠掉 要變更入水處穩件 排放水可能不叫做變更 那那個時候其實早在這個之前 濃電水流會已經就要求 要去做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秀的 就是我要把我的排水 必須要拉到 離開 離開我們灌外溝 那因為當時101年做的案子 是環保署的部分 但是我們這邊申請這個水處穩件 還有搭管這個部分 它是有地方政府的阻擋 因為它會請到 一個是我們所謂的會 二支菌的會是我們所謂的會 那我們最後排到漢宮的部分 就是台中市的水域局 所以這兩個單位 跟環保署這邊它是連同的 那環保署以前做的 應該這樣講 環保署做的這個案子 它是針對以往 以往後裏這個地區 有一些農業的污染 它要去做調查 它要去做成員調查 那那個時候 我們也知道說 公司自己人的是有問題 那加上我們這個排水 都不需要改善 所以我們才希望是說 是不是借這個 我們說後來我們的討論 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乾脆就是很討論 因為我們趕快有討論 趕快把這個水直接拉到 那個漢溝的部分 去做環保 但是這個案子 它從101年 做到101年 它是有做一點多 可是事實上我們這個案子 包括公主 我們真的從行政程序 一直到最後完工 差不多做了快 一年半 就是說現在這一條溝 差不多是去年 應該是去年中晚 去年中晚是去年初 我們才真正拿到許可 可以排放過去 所以我想說這個東西 應該這樣講 現在各位 可能都會去有人質疑 就是說 我們的環評寫得這麼的好 那為什麼民眾還是很簡單 我們還沒改 我們的環評到現在老實說 因為今天的會議 必須要開完 我必須董長的承諾 我必須開完之後 我把這些 櫃整起來的資料 一起夾在我的環評書 一起再送到我的寶寶 我才能過關 所以到現在老實說 我們的所有的案子 我們剛剛講這些 假設就是各位都相信真正的很好的話 我們都現在還沒辦法動 我們的外國廠商這些 我們都沒辦法動 因為我們不確定 這種模擬是不是會通過 那今天 封星是一個四十幾個公司 你說要他 在一系之間 這個全部都改得非常難好 我認為是很不可能的事情 我也覺得 這種要求實在是對一個公司 來講太多難了 我就覺得一下 你這樣講 即使 時代在一直在進步 我跟你講 如果你要再找更早的錢的話 我們那個集成 沒有 煙沖 沒有 但是就是說 我們一直都改變 但是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剛剛其實有簡報報報 我們煉鋼廠的滅水 滅水 都是百分之百分之瘦 的 涯鋼廠 涯鋼廠的部分 大家要參觀過 那個 涯鋼廠 涯鋼廠的時間 還是 涯鋼廠的時間 涯鋼廠的時間 涯鋼廠 噴鋼廠要有替曬 水替曬 要根據沉淀值 過濾值 過濾值得出來 之後那些水 很清楚 我們都不停 還要再用 鋼廠 還是沒有 去做 去噴露燥 其實外排 其實滅水的問題 外排的 沒有發現 其實很低 所以 你講的說 過去的時候 因為 我就說 過去我裡面 很多 渡路都不完全 尖鋼廠 沒有 那裡面 就是 我就說 有兩層 因為 不用了 有些 替仙替曬 替水 什麼 可以 當你的路面 路面 你現在 流浪 雨水 雨水 把地面 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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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流 流 所以 你看看 我現在 為什麼 我們現在 工廠裡面 通通已經改成 鋼油 所以 我 叫他 陽塵 那裡 就是說 你如果灰塵 乾淨 你落地的水 你落下去 你經過排水 過了 不是 水 雨水 就對了 你還 因為我們 叫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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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所以現在 其實那裡是幾歲 我沒有在排水 尤其他 在那邊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相信 在那邊 的水 你看 其實我本來 我在跟 我這裏 說 沒有在排水口 等一下 看那個排水口 沒在排水口 沒有在排水口 沒有在排水口 現在有沒有骯髒 其實就可以 最明顯的 到底 這裡有 污水 滅水 會水的樣子 其實從那個口 你看 是最清楚 我不敢說,其實帶人到那邊去看,其實最辛苦 其實這幾年來,我相信說,而且我不是說今天,我告訴你 今天,我以後來也是一樣,我不會把工廠裡面掃盒乾淨 其實就不會再有那些問題 那日期的時候,那個疫情,我們怎麼沒排 其實沒水,我們感覺是,堵樓的垃圾的時候,比較容易排到 那種水這浴水沖刷 其實如果你在看已現在的話,大概應該說 可以一直再改善 你會像我現在,我自己去當年,我還給你 其實,你會發現說,那個未來這個地方的環境 大概,如果說要去當工廠的話,大概我工廠所所給環境的部分 應該是會降低到最最最最清廣的程度 這個水有了解所有的情感的一件事 有給我教的思想 那我那時候看的是 跟大陸的學生過程 那些公司有當時有來對一種 那個民族的水 這個有一個民族的角色 這個也是有利益 所以公司裡面有三條大樓 這三條大樓的孫子 那一隻巡船那一隻巡船那一隻巡船 那有一個貨物 那就是在巡船 還有那個圍利的沙塵 那可能他在巡船 他就說他在巡船 他就說他在巡船 他會巡船在巡船 他會巡船 他會巡船 那如果巡船也會巡船 他會巡船 他在巡船大樓 這個大樓 這個大樓 這裡有一個 那個那個 那是一邊的 那他這個 我們這裡 這個大樓也是 我看 那usstse 沒用呢 那些貨物 怎麼做 那貨物 那貨物 那個市益 那些 那些貨物 所以 這些是 生存的 那些貨物 他就... 台湾發財市 火水這方面的 是海豬 沒有的 空心也有大的 都可以 我們對於 各的山 這些都是 補充生意 這是我 補充生意 有時候 如果做的 如果做的 做的 這樣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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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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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以前 有這些 所以 所以 那些車子 都會造 地上 如果要負責 來 現在 那就是 那個設計 我當然要求 當然 在某些方面 最近 還要求 我心裡 這個 有了 所以 請來 請來 我包廠姐 我是 考慮的 傳播學位 常常 我這樣 講的是 我剛才 我開 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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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現在 小姐 在告訴我 通過書的 企業 前幾個 以前 那 那 那 你現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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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就是从初那种保利很苦 他的罪摆在到不条件的高 他意思是说他这个罪没有利用 还是摆在到状态 还是摆在到状态 我们的西兵那些 大家的家和大家的家 有缺乏的用 那有八个六个缺乏的用 但是我们的国王先生 说四年 他都没有声明说 他就有很大的利用 所以你摆下了 那时候我们都在四千块 五千、八千 他都一直没有声明 那我们现在这个方向 我不是说我们就好 我们的总统全部拿在那里 最理会 把我们摆在那里 但是我二分的时候 都在建议 我们现在摆在那里 还是你留在一个三公里 还有现在拨路 拿在那里 吃鱼、吃鱼 那又是部长的 头领就是有人在买来 所以我还怀疑 现在以后 他正在那里 跟我们同样的独立 那我一时刻 就说 如果我们要摆在那里 我摆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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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摆在那里 他摆在那里 摆在那里 所以我摆在那里 我摆在那里 如果我们真的有需要 就像这样 我会这么说 如果我们刷好 如果我们不能刷 如果我们不刷的 我们可以刷的 我们都要刷好 所以我也是提到 所以我把我们刷的 把它使用 一个 拆业 如果不够 我们不在生意 所以也算回收處理 我必要用來幫你 或是幫你給你示範看 謝謝 這個我想我們可以去繼續做研究 因為其實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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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氣有霸粉 氣有霸粉的話 其實那個量不多 你如果問他 那個是不是 那濾濾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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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這方面 研究看看 啊 你 這一個方向 另外一個方向 我們那個水池 真的是 縮 做 看是給我的老師在學生界研究 這個對那個在那邊排放 有沒有真的會不會有影響 我想這個辦公共不曉的 要哪一個請哪一位學校 我們要做一個案子 還是我如果有影響 如果那個有影響的話 要怎麼跟民生或者生後想 從三個方向去做評判 好 在公共的部分 我想再請教一下 這個剛剛我們有看到 這個集成設計系統 那這個集成系統 它到底它的這個有效的控制率有多少 那麼因為在我們年初的時候 有網友有排到公司這邊有排彩色煙霧 那這個部分 好像公司有人出來回答是集成代破掉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公司有沒有什麼緊急的應變錯 那它的時效需要在多久之內 長度多久之內都需要把它處理完 那對地方民眾附近居民 它所承受的空汙的風險是 或是大約會有多大 麻煩你解釋 我先講最後一個問題 應該這樣說 我們剛剛看到的集成設備 因為剛剛有的現成一直在莫迫 我們的集成社會 每一個 每一個煉鑲場 一切的社會 統統一千支的曳代 一千支曳代 只要其中破了一個 剛剛我們講說 其中只要破了一個 那個洞只要跟原子裡的大小一樣在 我們的普通合力就會長得 這是第一的 所以 我們如何去確認說 第五的地國體 我們的效率多高 我們跟原廠 應該說原廠保證給我們 是99盤 也就是說 假設我電排出去 100 我才100 我可以至少99盤 上 抓得下來 那是設計 但事實上一定高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剛剛講過 眼睛所能都看到煙的那個量 在普通合力就是30 目測分率就是30 我告訴你 我是 韓甘粉 社會很快的 因為這個有一個 公司大集數 冬天可以造成 現在就是 我們那個潮州的那邊 現在有命令自己 他如果 民國煙穿起來就是冬天 是新生的 有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 那是建築的 以前是建築的 你不會有建築的建築 建築的建築 關於集成室 它有兩種方式的 一種就是所謂百葉窗室 現在比較少日本語的一種是燕窗室 那燕窗室的話 直接從燕窗的排放間庫 那百葉窗室上 它國家也有標準 這個排放管庫的檢測 所以說過去關於這一個是我們的習慣 因為我們在這個廠房屋頂上有很多建設器 可能正好我們有監控到什麼百葉窗室跑出來 後來我們有兩個人加起來 那長期來講 我們會把百葉窗在進化成準煙窗室 所以說在百葉窗的那個 類似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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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內部的開會 我們家中的建設中來到的 發現這種情況 馬上這樣 那其實那個 因為對身體危害像 其實那個 黑色的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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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會再有六分鐘 只有發現的話就馬上停滾 馬上停滾 等他往後要再滾 那該是把我們活活的教雄 教雄所教雄的樣子 這邊應該該不會 這個應該會不會 首先我還肯定的 你們可以使用鋼鐵資源回收的產業 肯定 尤其他經過幣輪的那個 參觀的工廠 因為我秋冰這段 是正在全國區域計畫的 代表企業合分 那我現在想要跟你討論 就是說無說啊 一樣在做這個鋼鐵回收業 那 目前在台灣在做這個鋼鐵回收業 我覺得 可能貴公司算是很有競爭力 但同時在台中港那邊 也馬上叫做中農鋼鐵 那如果就這個資源有序的循環這個流程 我們相信有一天 那個地球的資源 那個鋼鐵 他一定是會耗劫 也就是在看比較長遠的未來 也就是 也像中農鋼鐵 他們勢必未來有可能就是 會漸漸走路像是 跟貴公司一樣 在做一些廢港回收的這個部分 那請問就是說 如果就整個生產成本或是策略上 那會說有沒有考慮就是說 你說現在 因為貴公司現在在後裏 那現在如果說他在配合跟那個 這種都市區域計畫、全國區域計畫 那如果他一樣就是跟中農一樣 他設廠在台中港特定計畫區 對比如說現在就是在做一些製程廠房的更新 如果不曉得貴公司有沒有這個計畫 現在如果設在台中港 他不但可以節省很多 比如說像天然氣或者是燃料的一些運輸成本 那相對的也不用在 我看那個貴公司在處理這些 污染的跟環境的這個保護成本 哇塞散了就一億多這樣子 那與其這樣或者是說 有一些透過專網、專牌 不然是那個農業灌乾水汁 與其這樣子長期就是一直在 出現一個對立的狀況 就一直不信任的一個狀況底下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你有這個公司長遠的方向 如果有一天我的意思說當資源不夠的時候 現在中農他也是要開始做這個廢港維收 也就是他變成一個你們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的情況底下 他現在在台中港的這個設廠規制 相對他沒有運輸成本 他沒有燃料成本 或者是他因為他污染或者是環境的成本 他遠離人群 也就是他相對的 他在作相同的 廢港維收的這個產業上 他是比較相對有優勢的 那也就是說 與其目前這樣子在處理這個環境的成本 就是這些跟均勻溝通的這些成本 有這個方向 所以我一次講有三點 第二點就是說 就進程而言就是我看到很多這種敦勤募林 其實貴公司也是花了蠻多錢給補助理民 我這邊都是動得好幾百萬五、六百萬以上 那就顧遇到進程可能這個台中政府的政策 除了全國區的政務政策 配合跟產業政策之外 那有可能不如把這些補助理民 或者理長的這些成本 就直接你把它去購買空屋的偵測車 或者是跟先進樓下 一些水屋的偵測資源 把這些錢直接反映給 反映在居民的健康上 就是在這個錢的使用上 我想知道 因為這些可能跟員工 大概就策略 政策層就可以做這種決定 而不是把它划在有一點 感覺還是有點像吃吃成喝喝禮民大會 或者是一些跟健康沒有之間的補助 這樣會改善 大概這兩點 謝謝 我請他報告一下 你剛剛講一般在設在這種 海邊的鋼鐵廠 大部分這種都是高股工廠 因為它的產量 比方說中榮的話 它應該在六百萬噸 七百萬噸 六百萬噸七百萬噸其實中榮 其實那個是不符經濟規模 現在國際的高股工廠 大概都是在一千五百萬噸 像台塑大鋼廠在越南 那是一千五百萬噸 所以因為它那個量很大 進出的量 而且它那個真的 你看一千五百萬噸的話 等於是幾乎豐心的要十倍的量 你這個生產你要熱的 這個其實就是 所以它這個 為什麼 這個國際的大鋼廠都會變成 擺在像石化工業 鋼鐵廠那種大的鋼廠 會在那裡 那這個電工廠 大部分都是就近市場 比較小的工廠 比方說像我們一百 我們一百七十萬噸 我們成平一百六十萬噸 大概這種幾乎是人家的 十溫之一的一個規模 那這個 這個各位我其實 要解決 其實勢在的 我一直在強調 其實我相信 把我們會鐵廠 我們現在的會鐵廠再挪到那邊 然後我們的鋼筋工廠 我們這樣 六十八年 我們就把它換成這個新的 我們的那個加熱爐 新鋼廠 條線廠 用的重油 再改成 改成天然氣 我相信 大概三年後 我們大概全部就可以完工 三年後 絕對跟現在 你到那個時候 你再進來參觀 你會發現說 風型鋼鐵 又完全 我再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有一家叫台灣鋼鐵 那個工廠 過去有的時候 那個大型鋼鐵跟台灣鋼鐵 你沒有關係 我是背過的 十年前的台灣鋼鐵 跟今天的台灣鋼鐵 我記得 我大也不常在這裡 上個月前 或說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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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